什么是子宫颈检验? 子宫颈筛查是一种快捷而简单的测试,以检测子宫颈早期的不正常病变。 子宫颈位于子宫的底部,连接子宫和阴道。 进行子宫颈筛查的时候,医生或护士会将一个窥气放进女性的阴道内,然后用刷子与子宫颈的表面位置抽取样本,再送到化验室检验。 常见的子宫颈筛查方法包括 1.人类乳头流病毒,HPV,检测。 高风险类型的HPV可引致子宫颈细胞出现不正常的病变。 HPV检测是检测子宫颈细胞有否受高风险类型的HPV感染的检测。 对HPV检测呈阳性反应的妇女必须接受进一步的分流测试, 实际情况将根据服务提供者的安排。 2.子宫颈细胞检验,又称子宫颈抹片或博士抹片。 子宫颈细胞检验是检测子宫颈细胞有否不正常病变的测试。 不正常的细胞并不一定代表癌症。 若检验结果显示细胞有病变,一般会做进一步检查,例如阴道静检查。 若检测结果显示不正常,你应咨询医生,了解做进一步检查的需要和跟进的建议。 所有筛查方法都有其限制,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。 因此,即使最近一次子宫颈筛查结果正常,你仍应该 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,以及 留意子宫颈癌的症状,如果出现任何症状,应尽快求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